我叫赵玉梅,出生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村。 我的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因为家里孩子们多,在家上全家人的吃喝都只靠着地里的吉姆庄稼地,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很穷。 大哥是家里的老大,父母的辛苦他都看在眼里,大哥刚刚上完初中就去市里打工了。 记得大哥准备去市里的那天早上,他看到我背着书包去学校,就急忙拉着我的胳膊,对我说道,玉梅,我不是读书那块料, 我觉得你平时的学习成绩好,你一定要努力读书,将来走出这个小山村,我准备出去挣钱了,等我挣到了钱,先供你上学。 我听到大哥说的这些话之后,也是不停地点着头,因为我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想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小山村里面。 大哥那年十六岁,因为平时吃得不好,大哥长得又低又瘦,他去市里的工地上做杂工,但是许多工地上都看不上大哥,觉得他的年龄太小了,根本就干不动工地上的出力活。 后来,大哥就去饭店做杂工,在饭店里面洗刷碗筷。 每个月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是大哥只要发了工资,都会把钱送回来,供我们姐弟三人上学用,自己只留下很少的一些零花钱。 大哥在饭店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是他却说在饭店吃得比家里要好的很多。 平时我们在家里,一年也吃不了几次肉,大哥却说他在饭店里面每天都能吃到肉。 因为每天都有客人们吃剩下的饭菜,有些菜还很干净,大哥和饭店的服务员就吃那些剩菜,他们觉得也没有什么,因为饭店的服务员大部分都是农村的,他们从小就过惯了苦日子。 在大哥21岁那年,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因为大哥在饭店里面干活勤快,并且他的服务态度也好,所以说大哥在饭店的人员也很好。 有一天中午,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孩带着一位七十多岁的奶奶去吃饭。 奶奶可能以前得过病,她走路很慢,需要女孩搀扶着她。 那位女孩子长得胖乎乎的,并且还喜欢笑,就连点菜的时候,她也是满脸笑容。 等到吃完饭之后,那个女孩子就把随身带的布包打开,准备结账。 但是,她翻了一下子包,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她的包里只有五角钱,并且包还被割了一道口子。 两个人的饭钱一共是六元钱,根本就不够。 在三十年前,六元钱的饭钱也是很多的。 那个女孩子看到这些之后,她一下子就急了,因为她发现自己包里的钱被小偷拿走了,现在连饭钱也不够。 更别提自己和奶奶搭车回家了,还要倒两趟车,这五角钱根本就不够啊。 于是,这个女孩子就开始和服务员说着好话,能不能先不收饭钱。 等自己想办法回家了,再把饭钱送过来。 服务员也是打工的,她也没有办法,就和女孩子解释着,想着让她想别的办法,把饭钱拿出来。 那位女孩子急得团团转,因为她在附近连一个人也不认识。 大哥看到这些之后,她急忙走过去,从口袋里面拿出来了十元钱,递给了那个女孩子,让她把饭钱结了,再用剩下的钱坐车回家。 那个女孩子不停地感谢着大哥,她告诉大哥,她今天带着奶奶来市里看病。 看完病之后,想着带着奶奶来饭店吃点饭,想不到钱被小偷拿走了。 等她回家之后,一定把这十元钱还给大哥。 当时,大哥根本就没有打算把那十元钱要回来,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奶奶和自己的奶奶一样大。 所以,才会心生怜悯,帮助他们。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上午,那个女孩子拿着十元钱来还钱了,并且她还给大哥买了一袋子橘子,作为感谢。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大哥就和那位女孩子成了朋友,他知道那个女孩子叫做燕琴,两个人慢慢地产生了感情。 燕琴后来成为我的大嫂。 后来,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大哥就告诉大嫂,自己家里的条件不好,因为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正在上学。 然而,大嫂却不在意这些,她只是看中了大哥的为人。 大嫂的家庭条件比我们家里好,她的父母那些年为了不少的鸡,挣了一些钱,因为大嫂的父母只有她一个女儿。 所以说,两位老人都想让女儿找一个有钱的人家,但是大嫂只看中了大哥, 并且大嫂的奶奶觉得大哥这个人也不错,父母就只好同意了这门亲事。 等到大嫂结婚前夕,她的母亲带着大嫂去买了一个金手镯,因为我的家里穷。 大哥根本就买不起金手镯,再加上大嫂不喜欢化妆打扮,她更不喜欢戴耳环和戒指。 母亲爱女心切,拿出自己的积蓄,给大嫂买了一个金手镯。 我见过大嫂的金手镯,那个金手镯看着很重,做工也很精细。 这个金手镯大嫂平时舍不得戴,因为太贵重了,每到逢年过节, 大嫂回娘家走亲戚的时候,她都会戴上金手镯。 为了自己的面子,大嫂常常告诉娘家那边的邻居们, 这个金手镯是大哥给她买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嫂已经结婚了两年, 等到地,三年的时候,侄子已经一岁多了, 大哥觉得自己一直在饭店打工也不是办法, 因为家里的花销越来越大。 大哥经常帮着饭店去菜市场买鱼, 菜市场卖鱼的生意很好, 他觉得养鱼肯定很挣钱。 于是,大哥就把饭店的工作辞了, 他和朋友们借了一些钱, 大嫂又去娘家借了一些钱, 两个人开始在村口包了两个鱼塘, 开始养鱼。 谁知道,因为两个人对养鱼一窍不通, 半年以后,大哥和大嫂养的鱼都死了, 他们连本钱也没有赚回来, 而且还欠了不少的钱。 那个时候,我的侄子已经两岁多了, 而大嫂又怀孕了, 看着家里的生活状况, 大嫂觉得进退两难。 屋漏偏逢连夜雨, 那年我上高三,刚好父亲生病了, 大哥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我当时就有了一个打算, 我就算是考上了大学, 又能怎么样? 我的家里根本就没有钱供我读书, 这该怎么办?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很渴望读书, 因为我从小在读书上很努力, 所以说,我在班里的成绩还不错, 但是,面对着自己的家庭情况, 我也是无可奈何。 再有三个月就要考试了, 星期六放学回家的时候, 我就和母亲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我想出去打工, 不想上学了, 因为我们班里有好几位同学 都出去打工了。 大嫂刚好正在一边摘菜, 她听到我说的话之后,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把我拉到了一边, 对我说道, 玉梅,你是不是觉得 咱们家里没有钱供你上学了? 所以才打算出去打工。 听到大嫂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再也说不出来一句话。 大嫂一边给我擦着眼泪, 一边对我说道, 玉梅,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没有结婚的时候, 私下里存了三千多元, 就连你大哥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只管着上学, 学费和各种花销就不要管了, 我供你上学。 听到大嫂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也很吃惊, 因为大哥和大嫂 现在已经欠了很多钱了, 大嫂怎么私下存了三千多元钱呢? 她为什么不还账呢? 弟,二天早上, 我还没有起床, 大嫂就早早地起床了, 她把侄子交给母亲照顾, 说想回娘家一趟。 等到那天下午, 天快要黑的时候, 大嫂才回到了家里, 她一进门, 就偷偷地把我叫到了屋子里面, 从包里拿出来一卷子钱, 对我说道, 玉梅, 你看看, 这是三千八百元钱, 我没有骗你吧? 只要你能考上大学, 我有的是钱供你, 今天我回娘家了一趟, 把我存的钱拿回来了。 你好好的在学校读书, 将来考上大学之后, 我供你读书。 看到大嫂真的拿出来了那么多的钱,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 因为那个时候, 大嫂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她不辞劳苦, 一个人坐车去娘家取钱, 都是为了让我好好地上学呀。 因为有了大嫂的那些钱作为保证, 我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回到了学校之后, 就开始费寝忘食地读书, 等到三个月之后, 我考上了外地的大学。 当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里的时候, 大嫂比任何人都高兴, 她拿着录取通知书, 拉着我的手, 一个劲地对我说道, 玉梅, 我知道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 你大哥读书的成绩不好, 咱们家里总算是出了一个大学生。 那天, 大嫂把那三千八百元钱交给了我, 让我上学用, 她说, 我上大学需要四年, 这些钱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 那年大一暑假回家的时候, 刚好表哥结婚, 我们全家人都准备去参加婚礼, 大嫂穿上她结婚前买的裙子, 站在镜子面前不停地照着。 大哥在一边说道, 燕琴, 咱们结婚的时候, 你们家里给你买了一个金手镯, 明天参加婚礼的时候, 你戴上金手镯去吃酒席, 肯定很有面子, 因为这些年, 许多刚结婚的人都戴着金戒指或者项链, 那个金手镯丢了, 大嫂随口说道, 那么贵重的金手镯, 你什么时候弄丢了? 那个金手镯值三千多块钱呢? 咱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进小偷啊。 大哥吃惊地说道, 我刚才说错了, 不是丢了, 我这段时间记性不好, 那个金镯子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 大嫂吞吞吐吐地说道, 那天, 大哥开始在屋子里面翻来覆去, 到处找那个金镯子, 大嫂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 看到大哥急得团团转, 大嫂把大哥拉到了一边, 偷偷地说了几句话, 大哥再也不找那个金镯子了, 他只是拉着大嫂的手, 不停地说着, 燕琴, 等我有钱了, 一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金镯子。 看到这些之后,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猛然想起来了大嫂给我的三千八百元钱。 后来, 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 大嫂才告诉我, 去年我上高三, 她搭车去市里, 把自己的金镯子卖了, 一共卖了三千八百元钱。 她觉得供我读书比什么都重要, 那个金镯子也是可有可无。 听到这些话之后,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等我参加工作之后, 一定要给大嫂买一个手镯。 大学毕业之后, 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收了起来, 因为刚参加工作, 每个月的工资也不多, 我平时也是省吃俭用的, 我积攒了半年, 总算给大嫂买了一个金手镯。 而大哥和大嫂的生活在那些年, 也慢慢地好了起来, 大哥又把老本行干了起来, 他和大嫂在镇子上面开了一个饭店, 饭店的生意还不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侄子和侄女都慢慢地长大了, 而我也成了家, 并且在县城买了房子, 只要有空了, 我都会回老家, 看看父母和大嫂。 十年前, 侄子考上了县城的高中, 因为大哥和大嫂在饭店很忙, 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侄子。 知道侄子考上了高中, 我立刻就和大嫂商量, 为了让侄子能够吃好休息好, 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让侄子住在我家里, 我负责侄子的饮食起居。 所以说, 在侄子上高中的三年, 我就算是在忙在累, 也要负责好侄子的吃喝, 每天早上我四点多起床, 给侄子准备早餐, 晚上我会等到侄子下学之后, 给他准备可口的饭菜。 如果我上白班, 老公在家里给侄子做午饭, 大嫂想着给我们一些伙食费和房租, 但是都被我拒绝了, 我告诉大嫂, 咱们都是自家人, 不要客气, 作为姑姑, 我给侄子做点饭, 也是应该的。 后来, 侄子考上了外地的大学, 在知道侄子考上大学的那天, 我高兴得眼泪差点掉下来, 从小到大, 我觉得侄子就像是我的儿子一样, 侄子实在是太争气了。 我立刻给大嫂转过去了一万元钱, 让侄子上大学用。 谁知道, 大嫂根本就不收那一万元钱, 她告诉我, 玉梅, 豪杰, 侄子在县城上了三年高中, 你一分钱也没有收, 现在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我不会收你的一万元钱。 看到大嫂不收钱, 我也是无可奈何, 只好把那一万元钱取了出来, 送到了大嫂的家里。 我告诉大嫂, 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 你把金镯子卖了, 供我读书, 现在侄子考上了大学, 这一万元钱是我应该给的。 玉梅, 当年我虽然卖了手镯供你上学, 但是, 你参加工作之后, 已经又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子, 并且, 那个金镯子比我原来那个还要大。 大嫂疑惑不解地说道, 大嫂, 受人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当年如果不是你供我上学, 我可能高三那年已经回家了, 现在说不定还在家里种地, 因为你的帮助, 我才有了现在幸福的生活, 你的大恩,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一万元钱是我的心意, 你一定要收下, 如果豪杰上大学的时候, 钱不够用了, 只需要一个电话,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你们。 我想都没有想, 直接对大嫂说道。 在侄子上大学的四年, 逢年过节的时候, 我经常给侄子发红包, 并且有空了, 还会给他买一些衣服。 现在, 侄子已经参加工作了, 他每次回老家的时候, 都会先到我的家里, 给我买一些吃的喝的送过来。 侄子常常告诉我, 我的家就是他的弟, 二个家, 等到我老的时候, 他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孝顺我。 听到侄子说的这些话之后, 我的心里也是美美的, 我知道爱是相互的, 只有付出了真心, 才会得到回报。 在我的心里, 曾经帮助过我的每一位亲人, 都值得我一辈子去尊重, 一辈子去回报。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 请听第二个故事, 打脸是丽眼班主任。 班主任想让他闺女保送。 年级第一的, 我被他明里暗里地穿小鞋。 他闺女还整天骂我是个孤儿。 我爸是科学家, 我妈是影后, 我哥是电竞明星。 你告诉我, 他们咋来给我开家长会? 我倒是能忍, 但我家里人忍不了。 我爸欺负完我闺女, 还想被保送北大。 我这就去找北大校长去叙旧。 我妈, 宝贝你放心, 他那个跑龙套的小姨, 明天就领盒饭。 我哥, 他喜欢的男孩是我粉丝。 啊, 一会我就让他失恋。 课间, 大家都在叽叽喳喳地唠嗑。 哎, 昨天晚上大唐风滑路又更新了, 你们都看了没? 顾元演技太好了。 不老女神。 或, 我老妈的粉丝 可真是全年零段覆盖啊。 王者昨天晚上的比赛, 随忧中丹武杀呀。 我游神牛批。 哦, 看来我哥这次又是稳如老狗的MVP了。 你们怎么光关注这些, 一点都不关注国家大事啊。 高分四号卫星发射成功了。 嘿, 我心头涌上一股骄傲, 这是我爸的研究所研发的。 厉害了, 我的国。 争光了, 我的爹。 大家的吵闹声被一阵高跟鞋的声音盖过, 班里逐渐安静下来。 班主任许荣抱着一摞书走进教室, 穿着黑丝袜包臀裙, 冷眼扫过我们班同学。 别磨蹭了, 赶紧坐好。 要上课了, 不知道吗? 眼神扫过我的时候, 他皱了皱眉头。 随安安, 你输呢? 我输刚才还在桌上, 一个课间的功夫, 又丢了。 我只好无奈地抬起头, 认真道歉, 对不起徐老师, 我的书不见了。 许荣对我摆出一个厌恶的表情, 用力敲了两下叫按, 上课连书都没有, 还好意思在这坐着, 去走廊站着, 下课到我办公室。 我没办法, 只好低着头走出教室。 出门前, 坐在第一排的蒋新, 死死地盯着我, 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说起我和蒋新的两子, 是打从军训那天就结下的。 军训第一天, 教官喊大家集合, 就她一个人还堂而皇之地坐在休息区喝水。 那个女生, 赶紧过来集合, 都喊了多少遍了, 听不见吗? 蒋新脖子一挺, 她眼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不想集合, 我累。 我们都蒙了, 从小到大, 我还头一次看见, 有人敢这么明目张胆, 忤逆教官的。 大家都想, 等着看好戏, 看看这个公主病, 会受到什么惩罚。 结果万万没想到, 教官脑回路如此清奇, 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 好, 三班所有人听着, 都给我占军资, 什么时候这个女生归队, 什么时候大家才能休息。 众人怨声在道, 蒋新却完全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 烈日炎炎, 三十九度的天, 我们就在那站了半个多小时, 真可谓是汗如雨下。 我实在挺不住了, 默默举手喊了一声, 报告教官。 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蒋新一个人犯的错误, 为什么是我们来帮他承担? 底下那些同学, 默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都在那小声地讨论。 就是啊, 他犯错, 我们罚战, 这也太不公平了。 他不会是给教官塞钱了吧? 教官一看, 这都要激起名分了, 也意识到自己做得有些不对。 他往蒋新那边一指, 那女生, 你过来罚战, 其余所有人去休息区休息。 你要是不过来, 明天开始就不用来了, 军训计不及格。 蒋新不情不愿地站起身, 从我旁边经过的时候,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傻逼, 你给我等着, 让你多管闲事。 当时的我不以为意, 没想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蒋新真的开始霸凌我。 而我没法找老师, 因为他妈就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对他所这些做的一切, 班主任许荣都视若无睹, 甚至私底下还要帮着他女儿给我穿小鞋。 我被许荣撻出教室以后, 他才开始讲课。 教室内读书声琅琅, 我却被迫站在走廊的教室门口。 斜对面是南厕所, 而垃圾桶旁边露出英语课本的一角。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隋安安。 下课后, 许荣从教室里走出来, 我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一进办公室, 几个老师都只轻飘飘地瞥了我一眼, 因为我被叫到办公室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许荣把教案拍在桌上, 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 隋安安, 你是不是以为成绩好,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上课居然连书都不带, 你还有一点对老师的尊重吗? 就算你出身不好, 也不能这么自暴自弃了吧, 眼下清北的保送名额都要开始上报了, 你这种学习态度让我怎么把你报上去? 原来是这样啊。 清北的保送又要开始了, 我是学年成绩第一, 而蒋新是第二。 难怪这阵子许荣成天找我麻烦, 原来是怕我抢了他女儿的保送名额, 在这给我穿小鞋呢。 许老师, 我不是没带书, 是我的书被人扔到厕所里了。 许荣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别找借口。 谁会那么无聊扔你书啊? 你装, 你在装。 谁扔的, 你心里没数吗? 我抬眼看向许荣, 是啊, 许老师, 你说谁会做这种事呢? 要不然, 咱们去查查监控吧, 看看到底是谁扔了我的书。 这种欺凌同学的行为, 肯定更没资格被保送吧。 啪的一声, 许荣把手里的钢笔摔在桌上。 他急了, 开始无能狂怒了。 你这是怎么说话的? 现在说的是你的问题, 你往别人身上转移话题干什么? 行了, 回去写一份签字检查, 家长签完字以后交给我。 行吧, 看来晚上又得去麻烦我小姨, 帮我签个字了。 蒋新拿着水杯来办公室接热水, 正好听见这句, 吃笑一声, 随安安哪有家长啊? 他就是个孤儿。 他爸妈连一次家长会都没来开过, 就他这样的, 写什么检讨啊? 我看干脆让他退学算了。 许荣假模假样地训了他一句, 怎么跟同学说话的, 接完水就出去。 蒋新不是第一次骂我了, 我爸妈工作太特殊, 所以不方便来家长会。 我也觉得没啥必要来, 反正我次次考试都是第一。 没想到这反而成为蒋新霸凌我的理由之一了, 天天张嘴闭嘴骂我孤儿。 我懒得跟他计较, 无视他走出了办公室。 反正他不管怎么骂, 考试都比我成绩低一名。 咬人的狗不叫, 无能的狗才只会狂吠。 我回到班级, 英语书已经被人捡回来, 放在我桌上了, 好像还用纸巾把上面的污渍擦干净了。 我转头看向坐在我后面的宋芝, 朝他笑了笑, 谢了兄弟。 宋芝是我后桌, 我做倒数第二排, 他做最后一排。 我的位子是许荣分的, 而宋芝的位子是他自己选的。 选座那天, 许荣本来想让他跟蒋新坐同桌, 但这哥们说了一句, 老师,我远是。 然后就自顾自坐到最后一排去了。 许荣没说啥, 我们都能看出来他特别照顾宋芝。 因为宋芝他爸爸是市里有名的企业家, 学校图书馆就是他爸捐的。 而且, 我觉得许荣还有意撮合自家闺女跟宋芝早恋。 我刚坐下, 跟宋芝说了不到两句话, 讲心就凑了上来。 顶着他那张擦了素颜霜, 还画了眉毛的大脸, 红唇一张一盒, 跟机关枪似的。 喂, 你还要不要脸, 你一个孤儿也配在这根宋芝说话。 我要是你啊, 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埋上, 天天被老师拎到办公室教育, 还这么甜不知耻。 我瞥了他一眼, 第一, 我不叫味, 第二, 我不是孤儿, 第三, 不是谁都跟你一样, 想给宋芝当媳妇。 讲心被我大咧咧地说忠心事, 脸上一会红一会白的。 你, 就算你不是孤儿, 你爸妈肯定也是农村种地的吧。 村姑, 要不然你怎么从来不好意思让他们来开家长会, 还不是怕丢脸吗? 我仔仔细细地盯着讲心看了半天, 看得他都心虚了, 你要是想引起宋芝注意, 就去找他说话, 别在这烦我。 他瞪了我一眼, 你别瞎说, 我, 我才没有。 讲心满脸通红, 哼了一声, 迈着小碎步跑回座位。 宋芝掀起眼皮, 淡淡地问了我一句, 他想当我媳妇, 那你想当我什么? 我, 当你爸爸。 晚上放学回到家, 我爸妈都不在, 家里只有我哥。 随游还在直播, 我自顾自地把书包方向进了厨房。 听见他在那边喊了两句, 各位对不住了呀, 我妹放学了, 我得先下播了, 等会我给我妹做完饭再回来。 他打完最后一局游戏, 把耳机撂在桌上。 安安回来了, 老爸今天加班, 老妈今天去红毯领奖了, 晚上你想吃啥, 哥给你做。 我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哥, 你会做啥? 随游大手一挥, 贼豪气地开口, 说吧, 红霜牛肉还是老痰酸菜, 有什么区别吗? 不都是方便面? 随游把两桶面泡上, 又炒了个鸡蛋火腿肠。 正好我趁机跟他说, 哥, 你有没有签名的手机壳了? 给我一个呗, 我有个同学是你的粉丝, 今天在学校他帮了我的忙, 我想感谢他一下, 宋芝是我哥随游的铁粉, 这是还是我几个月以前发现的。 随游所在的队伍得了春季赛的冠军, 宋芝在QQ空间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小作文, 歌颂我哥在本次春季赛中对团队做出的贡献。 那几天, 他连头像都变成了黑底红字的游神牛逼, 或电竞圈的疯狂咱也不懂, 咱也不敢问。 为了感谢宋芝今天帮我把书捡回来, 我觉得宋芝一个签名手机壳应该没啥的吧? 随游想都没想, 就一口答应下来, 我还以为啥事呢? 不就一个手机壳吗? 我那有一箱呢, 专门用来给粉丝发福利的, 一会你自己去挑吧。 吃完饭, 我哥又回屋直播去了, 我闲来无事刷手机, 却在热搜上看见了我哥的名字。 井浩随游下播,井浩, 井浩随游妹妹,井浩, 井浩游神宠妹狂魔,井浩, 哥呀, 我的亲哥, 你这是在坑妹呀? 果然第二天班里的同学全都在讨论这件事。 你们看热搜了吗? 游神居然有个妹妹。 羡慕哭了, 为什么不是我呀呀? 我也想有个游神那样的哥哥给我做饭。 这有啥可羡慕的? 等你们发现他其实只会煮方便面的时候, 估计就不会这么说了。 宋芝来了, 我从书包里把那个我哥签名的手机壳拿出来, 转身递给他。 谢谢你昨天帮我捡书, 这个送给你。 宋芝愣了一下, 看到手机壳背面的签名, 眼神转为一丝狂热和欣喜。 但他又忽然犹豫了一下, 隋安安, 这个很贵的, 你花了多少钱, 我转给你吧。 我摆了白手, 不以为意。 兄弟, 你这就见外了, 不就一个手机壳吗? 我哥有可多了。 宋芝露出疑惑的表情, 仿佛要把我看穿, 你哥, 不好, 差点说漏嘴了。 我心虚, 赶紧把话圆回来, 对, 我哥他, 他也是有神的粉丝。 宋芝点点头, 看样子是相信了我的话, 他把手机壳收下, 冲我笑了笑,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我刚想说话, 肩膀就被人从后面重重地推了一下, 我一个亮呛差点摔倒, 幸亏眼疾手快扶了一下桌面, 但胳膊还是磕到了桌脚上, 顿顿地疼。 我转头, 蒋心居高临下, 恶狠狠地瞪着我。 随安安, 你是不是见得慌, 我都告诉你离宋芝远一点, 你不长记性吗? 说完, 他从怀里掏出一只鞋, 一只, 我看着十分眼熟的鞋。 宋芝, 这是随佑上次打比赛穿的鞋子, 送给你, 你是他的粉丝对吧? 蒋心得意地撩了几下刘海, 嘲讽地看向我, 勾起嘴角, 一个破手机壳也好意思显摆, 我这可是油神的贴身物品, 你能比得了? 我想起来了, 我哥上次回家还真抱怨过, 说自己的鞋在机场被狂热的粉丝踩掉了。 那双鞋是限量, 他心疼了好几天, 原来兜兜转转到蒋心手里了。 不过, 这玩意也能送人。 那我不仅有鞋, 我还能拿到我哥的袜子, 甚至是苦茶子。 送礼可以冷门, 但不能邪门吧。 宋芝的眼神在那只鞋上一扫而过, 冷漠而疏离地道谢, 谢谢, 但是不用了。 蒋心没想到他这么不知好歹, 礼物被拒绝, 他脸上挂不住了。 虽然宋芝不想要, 但是其他同学显然都被这只油神穿过的鞋吸引了。 好几个男生围了上来, 露出羡慕的眼神, 天哪蒋心, 这可是油神穿过的鞋呀。 这你都能弄到, 花大价钱买的吗? 你花了多少钱, 我出双倍。 蒋心刚才的不悦一扫而光, 听着这些奉承他舒坦极了。 不知道他脑子抽了哪根筋, 蒋心嘴角勾起一个得意的弧度, 巨傲地抬起下巴, 这有什么的, 随游可是我哥。 啥? 随游是你哥? 那我是谁? 那我是谁? 我吃惊地看着他, 他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 以为我是嫉妒他。 随安安, 你成绩好有什么用啊? 你有油神那样的哥哥吗? 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兴奋起来, 蒋心, 那昨天油神下波, 难道就是给你做饭? 做得什么呀? 油神那么有钱, 肯定是鲍鱼海参吧。 蒋心得意极了, 鼻孔不屑地哼了一声, 吐包子, 鲍鱼海参算什么? 我们昨天吃得可是傲龙。 真不好意思, 我哥海鲜过敏, 压根不吃虾。 终于有人提出质疑, 不对吧, 蒋心你是不是吹牛呢? 你姓蒋, 油神姓随, 怎么会是兄妹啊? 要是随安安还差不多。 哈哈哈哈, 你别逗了, 随安安, 打死都不可能。 那人往我这边瞥了一眼, 显然, 他觉得随油是我哥哥这件事, 比他是蒋心哥哥这件事更离谱。 蒋心脸色一变, 被噎了一下, 不满地瞪向那人。 但过了几秒钟, 他又神色如常, 我也没说是亲哥, 他是我表哥不行吗? 那帮人开始围着蒋心问东问西, 我懒得再听他边瞎话, 兴兴地坐下。 反正他吹牛, 也爱不着我的事。 转头一看, 宋之爷已经在那狂抄作业了, 根本没理会蒋心。 不过, 他桌上那个作业本,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大哥, 你轻点抄。 上次你抄了个满分, 许荣把我叫进办公室, 批斗了一下午。 宋之不以为意地摆摆手, 知道了知道了, 我故意错几个。 蒋心本来沉浸在众人的夸耀当中, 但当他注意到宋之的视线压根没在他身上, 气得牙都要咬碎了,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他死死地瞪着我, 随安安, 你别得意, 你给我等着。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得意了? 我满脸筒共只写着两个大字, 无语。 课间, 我去水房打水, 经过教导主任办公室, 许荣也在里面。 我本来没在意, 但却听到一句, 这次的名额您多费心, 无论如何也得给我加信心。 我顿时起了疑心, 名额? 什么名额? 难不成是在说宝颜名额? 周围没什么同学, 我悄悄走到门边, 手机藏在袖子里, 点开了摄像模式。 这招还是跟我老妈身后的那帮狗仔对学的, 里面对话声音很小, 勉强才能听得清, 有些话还要看口型。 许荣把一个报纸包着的砖头式的长方体塞给主任, 脸上的表情惨媚至极, 主任, 您就帮帮忙, 成了以后肯定少不了您的好处。 我看不见教导主任的表情, 但听声音好像有些为难, 小许你这是干啥? 你也知道, 每年咱们保送的名额都是按成绩排的, 我知道欣欣是个好孩子, 但她前面毕竟还有一个随安安呢, 我得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啊。 许荣又把那包东西往前推了推, 张主任, 您放心, 随安安那我会想办法解决好的, 绝不让您为难。 主任又假模假样的碗, 聚了几下, 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把那包东西收下。 它一打开, 里面红彤彤的, 全是百元大钞。 我捂着嘴默默收回手机, 拎着水壶回到班级。 天哪, 我刚才是目睹了许荣给主任的送礼现场吗? 我琢磨了一会, 从许荣刚才的话里, 听出一丝对我不妙的讯息。 她说要解决我这边, 怎么解决? 我成绩第一所有人有目共睹, 难不成她还能让我退学? 让我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几天, 许荣和蒋欣都没什么动静。 也可能因为期中考试近在眼前, 蒋欣忙着复习。 原来她说要解决我, 就是让蒋欣死命递刷题争取考过我呀, 那她还是省省吧。 其中考试当天, 按照学校规定, 我坐在第一考场的一号考位, 蒋欣坐在我身后。 第一科是英语考试, 隔壁班老师兼考。 考试中间许荣进来溜达了一圈, 经过蒋欣座位旁边的时候, 她特意停下脚步。 我听见她小声在蒋欣桌面上敲了敲, 随后就是蒋欣拿橡皮擦答题卡的声音。 无所谓。 反正许荣也就只能在这一科上面帮蒋欣作弊了。 下一科是数学, 许荣兼考。 分发卷子的时候, 我觉得她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没理会。 但很快, 骚操作就来了, 简直让我猝不及防。 随安安, 你地上的是什么东西? 捡起来。 我答题达到一半, 许荣嗷一嗓子, 吓了我一大跳。 她让我把什么捡起来? 我迷茫地在地上扫尸一圈, 终于在椅子腿旁边发现一个废纸团。 哦, 我差点忘了, 许荣抓教室卫生抓得很严, 因为事关先进班级平分。 我无奈地把那个废纸团捡起来, 准备扔进纸楼里。 许荣抬头轻飘飘地看了我一眼, 拿过来, 我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把纸团递给许荣, 她只打开轻飘飘地瞄了一眼, 就立声说道, 好啊, 随安安。 原来你第一的成绩都是作弊得来的。 她把纸团展开, 啪的一声拍在我面前, 说吧, 这是谁给你的? 纸团上面歪歪扭扭的字, 一看就是偷着写的, 但仍然能辨识出应该是数学题的答案。 我怎么也没想到, 她会玩这一出。 我一转头, 果然讲心正抬头看向我, 眼里露出得逞的脚狭。 徐老师, 这份答案, 准确率应该还没有我自己卷子上答得高。 您是说, 我故意让别人给我传了一份错的答案。 我丝毫没夸张, 说的都是大实话。 底下的同学捂着嘴, 不敢乐出声, 许容脸迅速地黑了。 别狡辩了, 谁给隋安安传的答案, 主动站起来, 否则让我看笔记, 把人找出来, 是就大了, 知道吗? 她说完, 底下一片安静。 不一会, 我们搬一个成绩还算不错的小胖子费劲巴拉地站起来, 举了举手。 老师, 是, 是我传的答案。 我看向他, 是那天要出双倍买我哥那只鞋的男生。 许容抬头, 看似威严地敲了几下讲台, 其余人, 安心答卷, 这是跟你们没关系。 隋安安, 你跟我来办公室。 传答案的都没事, 我一个被冤枉的要去办公室, 这是只要是明眼人就能看出什么意思。 办公室其他的老师都去监考了, 许容坐在椅子上, 喝了一口菊花茶。 隋安安, 你可真是不消停, 你不知道作弊是校规明令禁止的吗? 我直视他的眼睛, 许老师, 我到底有没有作弊, 您心里应该有数。 许容猛地拔高声音, 不停地质问我, 你是说我在故意冤枉你了? 没有教养, 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的老师说话? 你说你没让他给你传答案, 谁信呢? 那人家王小伟怎么不往别人那扔纸团, 偏偏往你凳子底下扔, 你要学会自己找原因。 我强忍着心中的怒气, 冷冷地说道, 您怎么确定他是想扔我凳子下面, 也有可能是想扔给蒋心, 然后滚到我凳子下面的吧? 难道因为蒋心是您的女儿, 您就要偏袒她吗? 还是说, 您根本不在意真相是什么, 单纯就是想把属于我的保送资格取消呢? 许容沉默地看着我, 良久, 她终于开口了, 她眼角眉梢尽是讥讽和冷笑, 我家欣欣跟你可不一样。 她是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 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也只有你, 随安安, 你就是个没家教的野孩子, 本来就不该站着这个保送名额, 你这种人, 还有你的家庭, 能为社会做什么贡献? 我紧紧地攥了攥拳头, 说我就算了, 为什么要说我的家人? 啥? 你说他们对社会没贡献? 我爸参与设计卫星, 这叫没贡献。 我妈年年拿出一半的片酬做慈善, 成立基金会, 这叫没贡献。 我哥虽然是打游戏, 但也代表国家在世界电竞比赛得过奖杯, 这叫没贡献。 这些话要是传出去, 可要笑掉大牙了。 我低下头, 许容看不见我的表情, 以为我在认错。 写份检讨, 其中家长会的时候当众做检查。 这次成绩作废, 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但如果闹大了, 你就要记过处分, 到时候可别怪我呀。 对了, 这次其中, 家长会务必让你家长来学校, 必须让你家里好好管管你。 许容阴阳怪气地笑了一下, 好像只要我和我家长当众丢脸, 就能让他无比地疏心。 我下定决心, 咬牙点了点头, 知道了, 许老师。 他仿佛胜利一般, 挺胸长书一口气, 挥了挥手, 回去考试吧。 走出办公室的门, 我勾了勾嘴角, 好戏, 要开场了。 当晚, 我回到家, 心虚地看向正在沙发上 敷面膜的顾员女士。 我爸正在厨房炒菜, 闺女回来了。 今天期中考试吧, 考得怎么样? 我哪敢告诉他们 我考试成绩被取消了。 只能硬着头皮说了一句, 还行。 我妈白了我爸一眼, 咱家安安的成绩还用问, 他哪次不是第一, 还是闺女好, 就没让我操过心。 我哥从房里摘了耳机出来 表示抗议, 我成绩也不错呀, 后来不是因为进了清训队 才休学的吗? 我妈把脸上的面膜撕下来, 用手拍了拍脸上剩下的精华, 得了吧, 你浑身上下只有脸蛋 随了我。 哪像安安, 脸蛋随我, 头脑随你们老爹。 吃完饭, 我沉痛地说出 老师让他们去开家长会的事。 我以为我爸妈会很为难, 结果, 我去吧。 安安安妈, 你是公众人物, 去开家长会会引起学校轰动的, 到时候家长会还不得变成你的粉丝见面会了。 嗯, 我爸说的有几分道理, 什么你去? 你走到哪都有保密机关的人跟着, 怎么能去学校人这么多这么杂的地方呢? 而且你下周还要加班, 哪有时间, 还是我去吧。 思, 我妈说的也挺对。 这俩人越说越激动, 眼瞅着都要吵起来了, 简直火药味十足。 爸, 妈, 不就是开个家长会吗? 你俩至于吗? 而且, 这次的家长会可不是去给你们脸上争光的, 都是女儿不孝啊。 我哥在旁边看了半天, 突然出声, 你俩一起去不就行了, 又没说只能去一个家长。 我爸我妈恍然大悟, 我老妈甚至破天荒地捏了一下我哥的脸, 不愧是妈妈的好大儿, 真聪明。 隔天我去学校, 班里都在讨论我作弊被抓的事。 随安安真作弊了, 难不成他以前的成绩都是抄的? 蒋新在旁边笑得灿烂, 一脸的得意洋洋, 那是当然, 我俩一个考场, 我还能瞎说吗? 我走过去, 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抄成年级第一的, 靠排除错误答案吗? 蒋新被我噎了一下, 其余同学也反应过来, 对啊, 抄谁的能次次第一啊? 这也太扯淡了吧。 哈哈哈哈, 该不会是扔给别人的小纸条, 恰好扔到随安安脚底下吧。 我特意看了一眼, 当时主动说给我传答案的那个王小伟, 他离我们很远, 就像心虚似的, 自从我进了教室, 他都不敢抬头往这边看, 为了一支鞋, 诬陷同学, 想来他应该也挺没脸见人的吧。 班里几个女生围过来, 蒋新突然从包里掏出几张笔记纸递给他们。 他高昂着头, 像一只开屏的孔雀, 这是雇员的签名, 你们要是想要, 以后就都不许跟随安安说话。 大家发出兴奋的声音。 我妈最近那个新剧正火, 班里不少女生都是她的小粉丝。 欣欣, 给我吧, 求你了, 我特别想要。 是啊, 我以后肯定不跟随安安说话, 我本来跟她也不熟。 蒋新骄傲极了, 享受着被众人追捧的感觉。 则, 这帮大傻子, 那签名那么丑, 一看就不是我妈雇员的笔记。 欣欣, 这么多签名呢, 你怎么得来的呀? 蒋新捋了驴耳后的头发, 我小姨就在雇员的剧组工作, 也是演员, 他们算是同事, 要点签名还不简单。 我好奇地凑过去问道, 你小姨是演的谁呀? 她嘲讽得冷哼一声, 就是女主宫里那个侍女, 昨天晚上她还出镜了, 帮女主望风那个。 几个女生恍然大悟, 啊, 我记起来了, 好羡慕你小姨, 跟大明星一起工作。 蒋新白了她一眼, 那算什么, 我小姨以后肯定也会成为大明星的, 到时候我帮你们要签名。 我忍不住看了她一下, 嘀咕道, 那可真挺费劲的。 蒋新怎么这么天真, 说白了她小姨就是个跑龙套的, 连配角都算不上, 得哪辈子才能成为大明星啊? 就在这时候, 旁边一个玩手机的女生, 突然瞪大眼睛看向我, 然后惊呼道, 随安安, 雇员给你微博点赞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傻, 我妈咋又突然玩上微博了, 我战战兢兢地点, 开手机微博图标, 一下子蹦出九九家, 我人傻了, 这一切都源于我 转发了一组影后雇员 红毯九宫格照片, 哇, 被女神翻牌, 好羡慕, 呜呜呜, 这个小妹妹好像是高中生, 但看她动态, 应该也是雇员女神的铁粉吧, 评论区一片羡慕声, 因为我妈不爱玩微博, 在上面翻牌的概率 更是微乎其微, 这应该是她不小心手滑了吧, 大家的目光 一下子又转移到我身上, 没人再继续追问 蒋新那个跑龙套的小姨了, 也不知道谁, 突然眼尖地发现了疑点, 我去, 何止被翻牌呀, 随安安居燃在女神的关注列表里呀, 这一句话下去, 瞬间炸了锅, 什么? 暗暗, 顾缘为什么关注你呀, 你是不是认识顾缘, 不会是你家里也有人是顾缘的同事吧, 我顺嘴说出来, 对, 我妈也在他们剧组工作, 嗯, 也不算撒谎, 那你妈妈肯定比蒋新她小姨的咖位高吧, 不然, 女神咋没关注她小姨, 反而关注你了呢? 是啊, 安安, 你妈妈是不是女二号啊? 不然是眼太后的那个, 蒋新的脸色像是吞了苍蝇似的, 看着我的目光, 简直要喷出火来, 就在这时候, 宋芝的声音从最后一排不大不小地传过来, 徐老师来了, 众人一窝蜂似的回到自己的座位坐好, 我向宋芝投去一个感激不尽的眼神, 好兄弟, 关键时刻让我捂住了马甲, 许荣走到讲台上, 砰砰敲了两下黑板, 让大家肃静, 我说个是, 这次学年的宝宋名额定下来了, 是咱班的蒋新同学, 大家鼓掌恭喜他一下, 他带头给蒋新鼓起掌, 笔下嘻嘻拉拉的掌声, 根本盖不住一些质疑, 不是按成绩牌吗? 怎么会是奖新呢? 是啊, 隋安安三年考试成绩都是学年第一, 应该是隋安安吧? 许荣皱了皱眉, 这次宝研名额的确定绝对是公开透明的, 隋安安同学因为作弊, 被取消了本次期中考试成绩, 基于对学生品质的考量, 学校还是觉得奖新同学更适合这个名额。 另外, 对于隋安安同学的处分也下来了, 家长会的时候他会当众做检讨, 所以这件事大家就不要再讨论了。 许荣在讲台上满是得意之色, 还要尽可能地收敛着, 我都怕他憋出病来。 行啊, 不就是做检讨吗? 我到时候一定好好当着各位家长的面, 替他检讨一下。 家长会那天, 蒋新川的花枝招展, 甚至脸上还擦了点粉。 看见他那张脸的时候, 我不理解, 但我大为震撼。 就, 怎么说呢, 有一种不顾他人死活的美。 让我更没想到的是, 有许荣这个亲妈在场, 她居然还特意找了她小姨来帮她震场子。 真是够多此一举呢。 咋不干脆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喊来呢? 蒋新她小姨穿得比她还夸张, 带着一副大蛤蟆镜, 生怕别人看不出她是明星似的。 一进班级, 不少同学就都盯着她看, 认出她来了。 呀, 你是雇员那个宫女吧? 我听到这话扑哧一声, 乐了。 一个跑龙套的, 大家又不认识, 也记不住绝色名, 就光记得是个宫女了。 被认出来以后, 蒋新她小姨聚傲地点了点头, 那副下巴恨不得扬到天上的样子, 简直跟蒋新如出一辙呀。 蒋新跟在她小姨后面进了教室, 目光在教室里扫视, 锁定在我脸上。 她伸手朝着我的方向一指, 小姨。 她就是随安安, 就是她咒, 你红不了。 什么? 我说过这话吗? 我仔细回想, 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 不过我说的是事实啊, 她小姨踩着高跟鞋, 蹬蹬地朝我走过来, 蛤蟆静一摘, 你就是成天欺负我们欺负我们欺负的那个女生。 你家里怎么教你的, 就让你在学校欺负同学吗? 我? 欺负蒋新? 说反了吧? 我丝毫没给她面子。 直接对了回去, 阿姨, 说话要讲证据, 你说我欺负她, 你有证据吗? 你要是没有的话, 我这倒是有不少奖心欺负我的证据, 你想看吗? 比如, 她是怎么把我课本扔到厕所垃圾桶的。 讲心她小姨没想到我一个未成年的小孩敢直接顶撞她, 觉得丢了面子。 周围还一堆人围观, 陆陆续续进来几个家长也都被她那奸细的嗓门吸引了。 她凌厉地看向我, 居然有几分许荣的神韵。 你倒是挺伶牙俐齿的。 哼, 我听欣欣说了, 你是个孤儿, 怪不得这么没教养呢? 我冷冷地看向她, 你说谁是孤儿? 讲心不瞒我, 这么跟她小姨说话, 立马开口帮腔。 就说你呢怎么了? 有娘生没娘养的小贱种。 你妈不会是哪个窑子出来的姐儿吧? 生了你就不管你。 呵呵, 我看你跟你妈一样, 都是个, 讲心话音未落, 突然从门外冲上来一个身影, 轮圆了胳膊, 对着她的脸就扇了下去。 啊! 讲心发出一声惨叫。 她捂着脸摔坐在地上, 哭得涕泪横流, 一只手还指着面前的身影, 你敢打我? 连我妈都不敢动手打我。 面前的身影冷冷出声, 对, 你妈妈没有教好你, 我替她教你。 卧槽, 这声音咋这么熟? 我定睛一看, 傻了, 这不是我亲妈雇员女士吗? 她转过身, 哽咽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安安, 你在学校, 一直就被他们这样欺负吗? 你怎么, 怎么不告诉妈妈呢? 周围安静地, 连根针调地上都能听得见。 谁能想到, 昨天还在走红毯的影后顾园, 今天能出现在一个普通省重点高中的家长会上。 过了好半天, 周围才零星出现几个声音。 是, 顾园。 真是我女神来了。 然后大家就像集体回过神来似的, 爆发出热烈的尖叫。 没人还记得刚才的闹剧, 大家心里都只有一句话。 顾园从电视里出来了, 就在他们面前, 连学生家长都疯了似的喊我妈的名字。 顾园, 女神, 我喜欢你十多年了, 给我签个名吧。 是啊是啊, 我也想要签名, 女神看看我。 我妈平淡地开口, 今天我是以隋安安妈妈的身份来学校开家长会的, 所以不好意思, 今天我不给任何人签名。 站在这个教室里, 我不是明星雇员, 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生的家长, 希望大家体谅我。 那些家长都表示能够理解, 但蒋欣还想挣扎一下, 她不甘心地瞪着我妈, 垂死挣扎, 什么影后, 这么大架子, 不就一个破签名, 我小姨的网店里有的是。 我和我妈对视一眼, 都听出这话里的猫腻来。 嘶, 她小姨胆子挺大呀, 什么钱都敢赚。 蒋欣她小姨从看见我妈那一刻起, 就已经藏在一旁不敢出声了, 想尽可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奈何蒋欣不争气, 我看见她小姨的眼神恨不得要把蒋欣的嘴缝起来。 我妈转头看向蒋欣她小姨, 你的网店里卖我的签名, 可是我们好像根本不认识吧, 顾,顾前辈, 咱俩是一个剧组的呀, 你忘了, 我在大唐风华路里演你的宫女香, 就算是这样, 我不记得我给你签过名了。 一听我妈这话, 底下那几个收过奖心送给他们签名的女生, 立马跑到前面来。 顾阿姨, 签名在这, 奖心给我们的, 说是她小姨跟你要的。 我妈就看了一眼, 就把她撕了, 小姑娘, 你们被骗了, 这不是我的签名, 等回头, 我让安安给你们带几本我的亲签杂志, 这几张假的我就替你们处理了。 几个女生频频点头, 兴奋的都要叫出声了。 我妈转头冷声问道, 跟我一个剧组的, 你叫什么? 奖心她小姨, 八成是以为前辈要提携自己了, 感激替灵地说自己叫许盈。 我妈点点头, 许盈是吧, 你应该知道伪造他人签名牟利犯法吧。 律师喊我会委托剧组寄给你的。 许盈蒙了, 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不是, 我就是一时糊涂了, 前辈, 求你原谅我吧。 我摇摇头, 你太不了解我妈了。 你当着她的面骂我没家教, 这不就等于在她雷区蹦迪吗? 果然, 我妈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问我, 安安, 你座位在哪? 带妈妈过去。 我领着我妈到座位上, 小声问了一句, 我爸呢? 她在楼下停车呢, 家长的车太多了, 根本没地方停。 我妈在班级闹出这么大动静, 别说许荣, 连校长都给惊动了, 亲自来我们班旁听家长会。 许荣进来的时候, 看到我心虚地直哆嗦, 我朝她笑了一下, 她更害怕了。 我爸紧跟着进来, 她倒是没引起什么轰动, 不过还是有几个同学的爸爸频频回头, 一是因为她坐在我妈旁边了, 二则估计也是在新闻里见过我爸, 只不过没想起来到底是谁。 我爸挺直了腰板, 往我妈旁边一挡, 挡住了大部分家长的视线, 颇有几分护花使者的意思。 校长在下面坐镇, 许荣在讲台上愈发谨慎起来, 时不时还要看一下我妈的脸色。 真是有意思, 之前恨不得把我枉死离整, 现在因为我爸妈来了, 她就耸得像只见了猫的耗子。 许荣在台上破天荒地夸了我好一会, 我爸这个不知情人士还挺为我骄傲, 在那频频微笑点头。 终于, 许荣说完了。 各位家长, 那咱们今天的家长会就到此结束。 看得出, 校长也挺满意许荣今天的表现, 但我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放过他呢? 于是我举手站起来, 高声说道, 许老师, 您是不是忘了, 我还有检讨没做呢? 我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许荣正往讲台下面 迈得一只腿停在半空, 他踉跄了一下才站稳。 底下的家长, 我爸妈, 校长都在等着下文。 他挤出一个勉强的笑, 安安同学, 老师那都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我睁大眼睛, 神色认真, 那可不行。 许老师, 我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你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检讨一下自己。 许荣还想阻止, 但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校长发话了, 呵呵, 既然隋安安同学这么有觉悟, 那就让他做这个检讨吧。 我也想听听, 年级第一的隋安安同学 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显然, 校长并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做检讨, 要是他知道的话, 恐怕就得跟许荣一块拦住我了。 我拿着检讨的稿子, 一步步地走上讲台, 我离许荣越近, 就越能感受到他的紧张, 我看到他额头落下一滴冷汗。 哼, 现在你后悔也晚了。 我立定在讲台上, 拿起刚才许荣讲话用的麦克。 各位尊敬的老师, 同学, 以及各位家长好。 我是高三三班的隋安安, 接下来我要对我的行为进行检讨。 台下鸦雀无声, 我深吸一口气。 我错了。 错在我不该隐瞒父母的名人身份, 我应该在开学第一学期, 就告诉各位老师同学, 我的父亲是有名的科学家, 我的母亲是影后, 这样兴许就不会遭到校园霸凌。 我错了。 错在我不该穿着舒服柔软的普通国货, 我的家境足以支撑我购买任何的奢侈品, 我应该穿着爱马仕香奈儿来上学, 这样我的班任徐老师 就会像尊重其他有钱学生那样尊重我, 也不会骂我是村姑土鳖。 我错了。 错在不该连续三年取得年级第一的成绩, 又或者应该主动让出保送名额给徐老师的女儿奖心, 这样我就不会在期中考试那天被人诬陷作弊。 我每说出一句话, 许荣的脸色就惨白一分。 到最后, 她甚至直接崩溃着尖叫出声, 随安安, 你在瞎说什么? 你快给我滚下来。 我从兜里拿出一个U盘, 朝着许荣晃了晃, 不行哦, 许老师, 我还没有做完检讨呢。 许荣一下子冲上台, 疯了似的想要抢我手里的U盘。 她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内容, 但她算到了肯定是比我刚才做的那些检讨更加劲爆的东西。 她那张牙舞爪的样子还真吓到我了, 我一愣神的功夫, 她离我近在咫尺。 疯婆子, 离我媚远点。 千钧一发之际, 许荣的头发被人从后面薅住了, 她疼得呲牙咧嘴。 我哥从门口进来, 皱着眉头骂道, 小爷就去停个车, 你居然要对我妹妹动手, 哪来的疯婆子? 我无脸。 哥, 那是我班主任, 你先松开她。 我哥不同意, 就算是班主任也不能欺负你啊。 再说, 哪有这样的老师, 要不是我拦着, 她那爪子都要伸到你脸上了。 我哥进来那一瞬间, 班级又沸腾了。 家长们不明所以地 看着这个长相清俊的少年, 但我班同学一个个把持不住了。 卧槽, 我没看错吧? 游神啊, 真的是游神。 她那双手, 那声音, 我死都不会认错。 游神刚才说谁是她妹妹, 随安安。 随友, 随安安, 我去。 都姓随, 亲生的呀。 这回就连蒋心都蒙了, 她颤抖着尖叫出声, 下意识反驳, 不可能。 随友怎么可能是你哥哥? 我哥轻而易举地薄着许荣的头发, 把他从讲台上扯下来, 厌恶地瞥了一眼蒋心, 什么不可能? 我不是他哥, 难道还能是你哥? 我哥这话一出, 蒋心脸色更难看了。 大家被这么一提醒, 都突然想起来, 之前蒋心说随友是他表哥那番话。 原来蒋心都是吹牛的呀, 他根本不认识游神。 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笑死我了。 我都替蒋心尴尬, 脚趾头简直要把袜子抠破了, 人可以死, 但万万不能射死。 我哥牵制住许荣, 我接着把优盘插到班级讲台下面的电脑里。 投影仪还在投屏中, 我点开一个视频文件, 播放。 屏幕一下子变暗, 场景是在办公室。 手法虽然一看就是偷拍, 但办公室里许荣和教导主任的身影 还是拍得一清二楚的。 主任, 您就帮帮忙, 成了以后肯定少不了您的好处。 第一句话刚放出来, 台下就一下子炸锅了, 那些家长个个都跟人精似的, 怎么可能不知道 许荣这是在干什么? 小许你这是干啥? 你也知道, 每年咱们保送的名额都是按成绩排的。 我知道欣欣是个好孩子, 但她前面毕竟还有一个隋安安呢, 我得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啊。 校长的脸也肉眼可见的黑了, 许荣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失去了生机。 但视频还在继续, 许荣又把那包东西往主任内推了推。 张主任, 您放心, 随安安那, 我会想办法解决好的, 绝不让您为难。 台下议论纷纷, 讲心也傻了, 张着大嘴却叫不出声。 一直到视频最后, 教导主任把报纸打开, 露出里面的百元大钞。 许荣贿赂教导主任这事, 实锤了。 校长站起身, 对我爸妈鞠了一躬, 作为校长, 是我的失职, 我向您二位道歉。 底下有些家长已经拿出手机开始录像了, 我爸不方便露面, 主动提出去校长办公室。 临出门前, 王小伟突然站起来, 他咽了咽唾沫, 鼓起好大勇气似的, 他爸妈不知道儿子站起来干啥, 一个镜给他使眼色, 他视而不见。 随安安, 他叫住我, 对不起, 我不应该为了游神那支鞋, 就答应蒋欣, 在考试的时候诬陷你作弊。 我向你道歉, 也向游神道歉。 我挺能理解王小伟的心情, 作为我哥的真爱粉, 居然伤害了偶像的亲妹妹, 但我只能理解, 却不能原谅。 于是我没理他, 跟在我爸妈和校长后面出门了。 我哥偷摸问我, 他说啥呢? 啥我的鞋呀? 我白了他一眼, 以后鞋带寄紧点, 别再到处丢鞋了, 你丢一只鞋, 你妹妹我差点挨处分。 我哥挠挠头, 哪跟哪呀? 许荣也被我哥薅着头发进了办公室, 他坐在地上一言不发。 校长一个劲地给我爸妈道歉, 还说一定会恢复我的成绩, 绝对不会让我受委屈。 我妈没好气地问道, 那保送名额怎么办? 一听这话, 就像刺激到许荣的神经, 他猛地抬起头, 校长, 保送名额变不了, 我已经把奖心报上去了。 而且青北那边也接受了, 我家奖心的成绩也不差呀。 到了这个接过眼, 他还想着给奖心保送的事呢, 倒真看出是亲妈了。 校长气得狠狠瞪了他一眼, 但有些无奈地对我爸妈说道, 虽然这是很对不起你们, 但是徐老师这是没撒谎, 报上去的名额确实无法撤回了。 我妈看了我爸一眼, 我爸心领神会。 她是个读书人, 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种临危不乱的气质。 我爸轻飘飘地摆摆手, 没事,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紧接着他打了一通电话, 那边接起来的是青北校长。 这俩老同学先是隔着屏幕一顿酗旧, 紧跟着我爸就把这是原原本本的跟青北校长说了。 随后他开了外访。 老随啊, 这是亏着你告诉我了, 我们学校坚决不会收这样品行不端的学生, 你放心吧, 他的学籍信息我会上报系统驳回的。 好, 那我就放心了, 改天去首都请你吃饭。 挂了电话, 校长看我爸的眼神都尊敬了不少。 许荣这下彻底傻了, 他居然坐在地上崩溃地哭喊起来, 用拳头重重地垂在地上, 不知道是后悔还是愤怒。 或许二者都有吧。 校长跟我爸妈一个劲地表态, 你们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会秉公处理, 无论是教导主任还是徐老师, 一个都不会包庇。 他又有些抱歉, 可是这个保送名额真的没了。 即便蒋新同学的学籍被退回, 今年也没有机会再上报了。 我爸摆摆手, 然后看向我, 目光里满是骄傲。 闺女, 有没有信心自己考上清北? 我拍了拍胸脯, 跟我爸保证, 老爸, 放心吧, 你女儿你还信不过吗? 我可以的。 我这些年成绩稳定, 考个清北问题一点不大。 没过几天, 学校的处理结果下来了。 许荣和教导主任被开除, 不仅如此, 许荣的教师资格都被取消了。 蒋新除了痛失保送资格以外, 倒是没什么处分, 但他的成绩却一落千丈。 高考过后, 蒋新指上了个普通一本大学。 而我以省高考状元的身份, 成功考入清北。 我爸的母校, 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宋芝, 这个天天只会抄我作业的小子, 居然也考上清北了。 我问他的时候, 他满不在意。 我只是想让我爸没事多跑学校开几趟家长会, 省得我一个月见他一面都难, 你还真以为我是脑子笨, 学习不好啊? 果然, 人类的悲喜互不相通。 我死命拦着我家长去学校, 宋芝却想要他老爸更关心他一些, 多去几趟家长会。 开学之前, 我跟他约法三章。 宋芝, 看在我借你抄了三年作业的分上, 答应我, 让我捂好马甲, 平平凡凡地度过四年大学好吗? 宋芝考虑了半天, 只拽拽地回了我一句, 可以是可以, 不过, 拿由神的心鞋来换。